因父及子及圣神致命者 阿们 堂目毕竟 第一个讲 团体的挑战和困难 Conflict Resolution 任何团体 圣母军 各样团 修道院 老师团 校长的团 各个团体 当团体面对问题的时候 你要注意三点 第一点 我们这个团 这个团体的团体 当任何团体面对问题的时候 去看 这个团体的原则是什么 因当怎样行事 会章 会归 宪章 宪法 都不是用来惩罚人 而是帮助团体行政 第二点 我们团体的本质 根源是什么 我们的认同 我们基本的特质 各样团体 各样团 你的identity 圣母军 你的identity 第三点 有问题发生了 现实的情况是什么 the reality 再说你的团体的力量 在那里的strength 还有限度在那里 limitation 你的团体有五十个人 圣母军的团体有八个人 十个人 你的力量跟限度 strength and limitation 在那里 问题的产生 情况的reality 是什么 任何团体 问题发生 你要抓住这三点 任何团体 都会有问题的产生 问题来自于人 看法不同 造成不同的意见 不同的意见 这些人经常会造成团体的分裂 我们人 来自于不同家庭背景 学问也不一样 思想也不一样 工作范围也不一样 每天生活的习惯都不一样 再说 心态也不一样 成长的过程也不一样 看法不一样 选择也不一样 选择也不一样 时间上 有的团员60岁 有的团员才20岁 时间上民税也不一样 有的呢 喜乐也不一样 痛苦也不一样 有的呢 处理事情 也一定不一样 团体呢 是一个很矛盾的问题 我们大家都知道 团体都会产生种种困难 反正有人的地方 就有问题 让我给你 团体好的一面 团体呢 都要必须跟人相处 团体呢 锻炼我 使我成长 团体呢 使我 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团体呢 使我看到我自己的 缺点 我的毛病 如果没有团体的话 我似乎缺乏 东西 好像我不够 成长 团体也帮助我面对挑战 面对难题 团体呢 使我生活不呆板 不呆板 团体也帮助我看到我自己 我的长处 我的短处 我的能力 我的吸引度 你看呢 当我们新加坡 在选举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政府很能干 但是我们仍然呢 还是有人选 这个反对的 那 为了什么呢 多一点声音 生活不会呆板 不会呆板 多一点声音 多一点音乐 生活不呆板 不能够 死死担板 当事情发生之后,当有问题发生的时候 经常有人在团体里面就会这样想 第一点,既然他很能干,叫他做咯 第二点,既然你觉得他很好,你叫他咯 第三,为什么要问他,他有什么好,他有什么值得我们跟着的 第四,我们不会输给他,他们也好不了那里去 这四点,这种口气会把团体越弄越僵 真的,每个人都不一样,这是事实 如果你不接受这个事实,大概你的生命会很失败 当我们能够理解认同,能够接受人都不一样的时候 大概我们在社会上能生存下去 如果我们不能够接受这个人,不能接受那个人 恐怕我们在社会上所占的地方很窄 很窄很窄 当我们能够接受这个事实的时候,大概我们生活宽一点 也许有人在团体里面都会这样想 我们以前都是这样的,为什么现在不一样 过去都这样,为什么现在要改变 过去一路来都很好,为什么有新的东西 如果团体有这种思想的话 大概这种团体呢,还是处在过去 团体呢,还是处在过去 团体呢,不但无法进展呢,这种团体呢,渐渐老化 你们都在团区生活 看看你们的团区是不是老化 看看你们的团体是不是老化 过去这样做,现在还是这样做 过去这样做,现在不能改 是老化 我不用问了,你们自己看 团区 团体得面对挑战的困难 每个困难都不一样,每个挑战也都不一样 要怎样处理人呢,我们应该是面对事实 同时也爱那个人 要处理的就是 第一,面对事实 第二,爱这个人 我不是叫你爱事情 爱人,人是用来爱的 爱,爱人 不是爱事情,但解决事情 事情是拿来解决的 人是拿来爱的 我这边呢,大概有 大概有五点 注意一下 我这边是 处理事情 爱人 处理事情 爱人 怎样处理事情呢? 怎样去爱一个人呢? 第一点 要关心 团体生活里面,我们得经常平时问 你需要帮忙吗? 你需要我来帮你吗? 有什么地方我可以搬上忙的? 请告诉我,我能做什么? 团体里面 经常要有人 要有这种的话语 千万不要 想来就来 不想来不要来 高兴就来 不高兴 你叫别人做 不可以 这种团体 不是团体 你要皮脂的 皮脂问候 关心 为了呢? 为了呢? 建立团体生活 你看 团区的团体 有的成员 的心态是这样 想来就来 不想来 不要管 反正我不来 他们还是照样走 他们找不到我 他们可以找别的 这种心态 第一点就是关心 第二点 不同意见 未必是消极 意见多 产生更多的机会 它使团体不呆板 不呆板 当不同意见放在桌子上的时候 看看问题 看看问题在那里 不要看人面 不要看人情 你看人面 看人情 你会伤心 当我们如果看人面 看人情的时候 团体就分裂了 A喜欢B C喜欢D 分裂了 我们看事实 所以我说 你要处理事情 爱人 处理事情 爱人 当不同意见放在桌子上的时候 看看问题在那里 OK 在意见当中 不同意见当中 你要找出最好的 为大家好 但是 你也必须让错误产生 桌子上 MEC 三个里面 你要选出最好的 但是 你选出最好的呢 也会必须让错误产生 有错误 大家都有机会成长 千万不要觉得错不起 不能错 错不起 如果错不起的话 那团体的人都很辛苦了 错误产生 我们是个机会 我们大家都学 第二点 第二点 是不同的意见 不要消极 更好 我讲第三点 很重要 既然这是个团体 每个人是团体的成员 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拿出来 三样东西 第一叫做availability 随时随地 我都可以搬上忙 Flexibility 不带班 Adaptability 我能适应 我随时随地 我不带班 我能够适应 Availability Flexibility Adaptability 团体才是团体 每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 问题跟团体 你要去衡量它 去衡量它 如果问题产生 你要开会的讲 如果一个会议 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难题 那你必须要开第二次会议 或是第三次会议 要得到每一个人的同意 意见 看法之后呢 我们才能够做准备 再加上 问问神思的看法 在会议中 意见 意见 可以不同 但是不要吵架 不要打架 翻桌子 不要 意见 可以多 意见 多意见 帮助我们 把窗口开大一点 看很多东西 看很多东西 有意见 就要讲 单场讲 不要 SMS WhatsApp 不要 开会 开会 不讲 桌子下面 SMS 这是小人 WhatsApp 是小人 小人 就会造成麻烦了 单场讲 我们关心 我讲的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听 不是在 下面WhatsApp 或者说 会议完之后 回家 到家里去WhatsApp 这是小人 耶稣在福音中 要我们 成为小孩子 但不是 小孩子气 Childlike Not childish 做个小孩子 就要诚实 诚恳 信任 OK 谦逊 小孩子气 是天真 长不大 OK 还在喝奶 的小孩子气 如果我们不同意 任何人 如果我们不同意 团载 院长 会长 如果我们不喜欢这个人 但是我们仍然要尊重他的任务 你不喜欢你的本堂神父 他还是你的本堂神父 你不喜欢会长 他还是你的会长 不喜欢这个人 但是你要尊重他的任务 第三点 现在我们讲第四点 团体分裂 不好 除非这个分裂 带来成长 除非是天主要我们分裂 你看中途大事录第十五章三十七节 保禄批评马谷 结果保禄带着希拉到叙利亚 巴尔纳伯带马谷到塞布鲁斯 好的结局 一个人带一个 不用吵架 好的结局 这样的话 福音就两边都喘 团体分裂不好 除非是为了成长我们分裂 第五点 不要批评的团员 除非你关心他 除非你想帮他 除非你要他成长 你敢讲 你讲了你要帮他 你关心他 否则的话 你的批评带来分裂 误会更深 这几点都是我想的 我写 因为过去有很多 叫唐区的团体都叫我 带笔镜 有时候 他们要我讲的是人的问题 所以我必须做出来思考 在现实生活里面找出答案出来 注意哦 我再讲下去 还有六点 注意哦 我们都是团体里面的一份子 我们都是团体里面的一份子 第一点 不要把自己的价值观 自己的看法套在别人身上 不要 你的价值观跟他不一样 你的看法跟他不一样 没有对没有错 而是两个人的看法不同 所以第一点 不要把这个价值观看法放在别人身上 第二点 每当我们同心合一来解决问题的时候 焦点应该是 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对不对 有的事情 能解决 有的事情是解决不了的 你得在生活中去接受 接纳 希望说在时间内 这件事情呢 会转好 慢慢的转好 只有这样 不是样样东西都能够解决的 团体不是样样东西能解决的 你的事情 解决不了的 你得去接受 接纳去包容 希望说在时间内它转好 第四点 第四点 第三点 当事情发生的时候 不一定是人的错 不一定是人的错 不一定 说不定是看法不一样而已 不一定是人的错 记住 不一定是人的错 所以呢 有的事情发生是必然的 你必须去解决的 有的东西 是无法解决的 所以包容吧 我的第三点就是说 有时候事情产生不一定是人的错 有时候当你这个团体 迁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 新的问题来了 我当过会长 我也负责过 我们设议会的第三会 我也去拜访第三会 新加坡 马来西亚 泰国 香港 台湾 有时候这些第三会的组织 从一间教堂 切到另外一间教堂 问题来了 不是人的错 就是地方产生问题 第四点 当问题发生的时候 有时候团体里面 有人静静的不开口 没有意见 你不开口 没有意见 不代表说 问题不存在 问题还是要解决的 静默不开口 经常是把问题呢 扫在地毯里 under the carpet 把问题仍然还是存在 虽然你没有意见 因为你选择 静静的 我没有意见 我没有话讲 至少你要关心 你要关心团圆 静静未必是好事 真的 你是真的没话讲的 你要关心 第五点 千万不要这样想 都是他们错 我来纠正 有时候错是必然的 这样团体才会成长 没有错误团体的 就不知道错误在哪 错误必须使我们 能够夸出去 错误不应该打倒我们 爬不起 错误 第六点 问题的产生 每个人都得去解决 千万不要再加炎加醋 加糖 把事情越弄越大 团体里面呢 有的人就把事情拿出来讲 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 这缺德 这缺德 这种人说没有灵修 如何解决问题呢 我重复一下 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能解决 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解决 首先 你怎么看它 你怎么看它 我接下来呢 有七点 七点 千万 千万不要这样想 就是有人做错事咯 才知道事情发生咯 有人做贼咯 不要这样想 不要这样想 我说的问题 产生未必是有人做贼 而是每个人的观念不同 意见不同 第二点 当我们大家面对问题的时候 不要把事情拿来 证明自己是对的 不要 不要 也不要趁着机会 把事情来证明你比别人能干 不要 这些都是面子 我举例子 每一次团体发生的时候 发生起的时候 就有人说 你看啊 我早就跟你讲了咯 我讲的话对咯 当初我警告你的咯 你不听咯 不要讲这种话 这种是面子的话 事情都发生了咯 对不对 何必讲这种好话呢 不要 不要 第三点 千万不要这样想 我跟他吵架 我必须赢 如果我让他 他赢 我输 我输不起 千万不能这样想 很多事情赢输不重要 真正的解决的方法 才重要 我说了很多事情是不可能解决的 也不是一样样事情必须要解决的 最重要是整个团体能够学习包容 去接纳 去接纳 包容 接纳 生活 第四点 尽可不要有冲突 不要把事情弄得很僵 铲除误解 不要让误解加深 第五点 第五点 不要这样想 我的方法是对的 我的主意是应该的 我的思想是唯一的方法 没有其他方法 也这个很自私 采取什么方法都好 最重要是大家能认同 能接受 能许可 能一起承担 这个很重要 如果团体 一半的团体不承担的话 另外一半的团体 最受 受罪 第六点 我们要懂得让 不要太过固执 自己都对 别的都错 你就 这样错就错吧 让大家从错误里面 学到对吧 很多东西发生 最重要的是 是否 这件事情 在我们团体里面 大家都成长了 还是说这件事情发生 谁的错 如果你追求 事情能发生谁的错 这团体会产生更多的伤痕 这件事情发生 使得我们团体 更快不出去 那就好 为什么我们在 伤痕里面添油呢 为什么已经受伤了 还放醋呢 放醋放盐呢 不要在事情里面加醋加盐 我说事情发生了 谁错 吃药的 最重要是我们大家成长了 最后一点 第七点 真正的友谊 true friendship 在每一个团体生活里面呢 是有原则的 有原则的 真正的友谊 true friendship 两个人 是两个人是朋友 如果我觉得我赢 别人要输 我这个人没有朋友 如果我输 别人也一定要输 我输 别人不可以赢 我这个人也没有朋友 如果我的想法是 无论如何我都要赢 我也没有朋友 真正的想法是 我赢 他也赢 我们才是朋友 我再讲一次 我赢 别人输 这不是友谊 我输 别人也要输 不能赢 也不是友谊 无论如何我都要赢 不是友谊 我赢 别人也要赢 这才真正的 面对问题的 产生 真正的 一来你有朋友 你有知心的朋友 二来你有朋友跟你分享 分享这个难题 大家都成长了 我们教会团体 都是基督徒 来这边万弥撒 念经 祈祷 守圣事 但是 我们人的一面 有时候很失败 非常失败 真的 来洗教堂 守圣事 教药礼 念经 万弥撒 每天礼拜都在教堂 每天礼拜都在教堂 但人的这一面 很失败 我这边讲的是团体的挑战和困难 我已经讲了团体的生活 个人的想法 尊重 掌上 每一个人应该能够拿出什么东西来 不要弄得很僵 愿光荣归父 其子及圣神 其初如何 今日亦然之道永远 愿成了天主圣父 及圣子及圣神 降福了我们 谢谢大家